藝人郭彥均在臉書分享 醫護友人看到這麼多孩子 就這樣走的訊息引發渲染大波 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天文學家孫維新發文力挺 為對方抱不平 相處細節歷歷在目 孫維新提到兩次看過 郭彥均落淚都在科博館製作的 科學藝術劇舞台上 2013年郭彥均羨慕時哭得稀哩哗啦 似乎是看見六千多位觀眾 頂著細語人未離開 讓他喜極而泣 第二次是這回 2014年郭彥均演出前就說 週日是郭彥甫的結婚典禮 他因為要演出而無法參加 畢竟是軟生兄弟手足情生 身為製作人孫維新心中感到沉重 認為郭彥均是一個認真 盡責感情豐富的年輕人 後來看見對方擔任消防大使 與有容焉 而郭彥均因無法參與 雙胞胎兄弟的婚禮抱有遺憾 其實雙方個性南原北側 郭彥均仍活躍與主持 郭彥甫2016年 彈出演藝圈成為全職畫家 資深媒體人紛紛對此議題 發表看法 黃陽明打臉表示 推特帳號徐芳麗的發文時間 比郭彥均玩樂快12個小時 郭彥均25號凌晨2點34分發文 徐芳麗則是在25號下午1點02分推文 明顯不是源頭 並說這個推特帳號 常拿時空錯置的新聞照片 營造台灣人很慘的局面 郭彥均捲入假訊息遭查 風波持續上演 TVBS新聞交換紅聽臺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